我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紹如何把資料匯入JSP裡面進行分析 第一步呢 先把 線上的資料庫 載成 Excel 接下來呢 在 下載資料夾裡面 把它開啟 啟動編輯 那注意呢我們要把它另存成 CSV file 這個呢才有辦法讓 JSP 匯入 那你把它關掉之後 接下來呢 開啟JSP 開啟電腦中的檔案 然後呢 我選擇 這個 CSV檔 好 這樣呢 就可以開啟了 調整你的資料 那並進行的檢查 首先呢 當 資料匯入 JSP 之後呢 我們要先 設定各個資料 他的 變相類型 那比方說像學號呢 他是 屬於 Nominal 就是 類別變相 那修課班級的話 分甲乙班 那一樣呢 是屬於 Nominal 類別變相 性別 分男女 那同樣呢 他也是 類別變相 寫型呢 ABO AB型 那這個呢 也是 類別變相 那身高的話 事實上是屬於 Scale 也就是所謂連續變相 不過呢 這個訊息 他提示說 你的資料裡面呢 有文字的形態 所以說呢 沒有辦法轉化成 Continuous 連續變相 所以呢 我們就要進行 確認 這邊呢 有人 輸的時候呢 把CM也輸進去了 所以他是文字 然後把他改掉 你把這個格子點兩下之後 他就會進到原始的CSV檔 那所以呢 我就把 這個CM 刪掉之後 儲存 再關掉 這時候呢 JSP裡面 他就會變成呢 正確的 應該是呢 Scale 那同樣的體重 然後 我要把他轉成Scale 有錯誤的訊息 檢查一下 因為呢 有文字在裡面 所以呢 在這個格子點兩下 把 文字的部分 按按粘掉 按 按 再關掉 這時候呢 就可以 正確的 把我們的體重呢 改成是Scale 那以上呢 就是資料檢查的方法 我 到